开锁一直是件很神秘的事 也有不少民间流传 说有的那高手啊 拿个细腿盒就能把任何锁都捅开 郭德纲相声里不说吗 给他一包方便面能出入任何小区 这虽然是玩笑话 但也反映了我们对这个行当啊 好奇 你看咱们说某个江洋大道 手里有所谓的万能钥匙 他到底有没有这万能钥匙呢 是不是掌握一定技巧 拿最普通的工具 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呢 这行业里到底有多少门洞呢 咱们要说清这些事 咱得先跟大伙说说 现在中国开锁这个行业 面临着哪些混乱的局面 首先一个就我们刚才说这个 这个手艺 好像是什么人都能往外传授了 什么人都能学了 因为咱们走上大街 也经常能看到 某地方立个牌开锁呀 或者是什么这个锁头 找的问题找他维修啊 咱们在居民楼里经常能看着墙上写着 开锁 完了下边 186188这就手机号 电线上有时候也贴这个 就给我们感觉好像这个离我们很近 我家倒入边上倒入去的都是的 我就觉得这样不安全 我家倒入边上倒入去的都是的 各种各样的告诉你交多少多少钱 保证你多少多时间以内就学会 年终最伪 开锁盗窃案件逐渐增多 令人惊讶的是 很多案犯的开锁技术 竟然都学自网络 记者调查还发现 目前竟然有人在网上公开销售 开锁技术资料和开锁工具 这让监管人员大伤脑筋 令人担忧的还不止这些 按照开锁行业的行规 开锁匠招收徒弟 要对徒弟进行严格的考察 然而由于目前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考察又是往往流域形势 据武汉开锁将李师傅介绍 一些想学开锁的人 只要交钱便能拜师学义 这一点使得本就鱼龙混杂的开锁业 面临着更大的监管困境 咱们国家实际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包括工具啊 网购工具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漏洞 我在这也是要呼吁一下 他们这个国家部加强管理一下这个问题